那幾天? 我玩了十五天 所以這次很辛苦 我們講一下這次的主題 就是 中國佛教施當明山 叫做朝聖之旅 那剛好有緣是今年的二月份去的 那我之前去呢 也都有去過 但是這一次是一次從頭走到尾 我們之前就是去一次 就類似像這樣子 四川走完 河南 山西 閃西 安徽 浙江 就分五到六次的旅遊的行程 可是呢 我們這一次去呢 是一次把他叫全部走完 所以記憶游心 第二個 一罐喝成 那第三個 辛苦很累 但是收穫卻是一個 心理上一個非常充實的一些的收穫 所以我後來 我回來就趕快把這次的心得 還有這次的主題 然後我在那個我的臉書 就設了一個 幸福中國佛教世大明山 然後一些朋友很喜歡去 那一些還有一些 想要衝教團 你就問我這樣的行程 我說你們思考 看完之後 你們再做決定 不要一開始就 還有辦法 你的團員是不是適合去 所以我要了解你的背景 那你剛好帶來這一團 全程 22個的話 都是速食 但是很難安排 有些地方是OK 有些地方是OK 還有剛剛 我們上山又下海 有坐飛機 有坐船 有坐高鐵 哇 那個行程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充實 然後呢 團員又不能生病 然後呢 要吃苦耐勞 然後你有一個生病 就會拖累到其他的行程 等等 那滿可以講 那等一下我會有一些 power point 但是我大概 主要先用 大概是大方向的行程 大概怎麼走 我就從台灣出發 然後就坐飛機 飛飛飛飛飛飛 飛到哪裡 這個地方叫四川 我們先到四川 這首都在哪裡 四川的首都 省會 現在成都 成都 對 在這裡 那這邊是重慶 重慶在這邊 但是我們是飛到 成都 好 那 成都完這個四川省 就是我等一下會介紹的 就是我們去的第一個 在四大佛教民山第一個 在成都的 叫而眉山 那等一下我會再用地圖來講 四川還有哪些 那四川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下一個 我們這樣 熊貓是在哪裡 熊貓 臥龍在這裡 我等一下用四川的地圖 當然可以跟你講一下 然後呢 我們在坐飛機 從成都 飛到哪裡 飛到陝西省的省會 這個 叫做西安 有沒有看到 到西安 這段是飛機 好 那 再從 那個 陝西的西安 我們去看大雁塔 還有去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當地的司機 當地的導遊 都不知道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一直說想要去 他們說 唐三藏唐真 他有給他一個指示 一定要過去那個地方 他是第一次紅髮易經的地方 不是就是在西安啊 那個白馬寺啊 然後還有就是大雁塔 那個翻譯經書啊 大概就 我們都會去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 又去 他們第一次 他們是翻譯量在哪裡 可是那是第二次 我的印象中 第一次 他都沒有再去找 後來真的找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 鴻福寺 後來去找一些文件 真的是有 但是沒人去過 就是他去唐生去起經 回來之後 回到長安城 易經的地方 在洪福寺 易經的一年半 才到 應該是算半年 真的一年半之後 才搬到哪裡 叫大雁塔 翻譯經書 那我們教科書 歷史課本就是 把他回到長安城 躺在中歡迎他們 哇 然後舉國歡騰 歡迎他在那邊 後來 我說他改變了 我說歷史要稍微修正 他說真的是要這樣子 但是去那邊 一折一喜 一折一杯 細節我再跟你講 到了陝西省這邊之後 我們要去哪裡 你看到我的地圖這樣排下來 河南 那河南在哪裡 在這裡 河南的省會 凱風優格寶青天 不是省會 省會是鄭州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水平線 我們是坐高鐵 然後就坐到鄭州 但是呢 後來這鄭州 我跟你講距離比較遠 我就建議他稍微修正 結果我們坐到哪裡 你知道嗎 就不是坐到 河南鄭州 我們坐到他的終點站 叫做哪裡 叫做那個 許昌 然後呢 後來之後呢 再拉去哪裡 再拉到 往北走 就到山西的太原 然後就是去看 舞台山 舞台山 所以之後有很多舞台山 那這四大四廟 知道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算是 有兩個 鵝眉 四串的鵝眉 跟山西的舞台 然後 完了之後在舞台 而且我們一般舞台 就去一去 回來住一住 我們就離開了 這個團體不是 這個團體 去兩次舞台山 去了之後 回來開始休息 第二次再去 他了解更深度的地方 所以可以算是 我走的四大 彌山 算是走的兩趟 所以他們都是走的 兩次的行程 所以我印象會比較深刻 所以你看 我要特別講 第一次就沒有買 第二次我覺得 這個應該要買一下 舞台山 因為他範圍範圍太大 那另外一個吸引我 是誰知道嗎 這一個皇帝 那這個皇帝呢 因為他造就了康熙 雍正 乾隆 就是順治皇帝 在那邊出家 所以讓我覺得說 這個地方很值得 他會在那邊出家 而且呢 他選他的兒子 去當皇帝之後 他要找他的爸爸 就是康熙皇帝 大清聖世 在康熙算已經不錯了嘛 爸爸你在哪裡 在舞台山 我到舞台山 也在 你在哪裡 他就躲起來 他說我已經出家了 何必見我了 你就做好你自己 所以 孫智寫一些詩 康熙也寫一些詩 那雍正在衛三位 時間比較短 但是他的孫子 乾隆 我要去找我的阿公 在哪裡 四大佛教米山 他就是去 對 就是去舞台山 然後寫了很多的提詩啊 作詞啊 然後到了夏天 啊 我要去找我阿公 順便去避暑 那所以當地的民眾 又有在講說 是避暑為主 還是去找他的阿公為主 或是找他的太祖 就是順治皇帝 咦 這就不曉得了 但是他有去過類似這樣子 就在山西 完之後呢 我們從這個地方 再發飛機 再飛到安徽 就到九華山 那九華山完之後呢 我們在坐動車 有所謂的高鐵 再到普陀 那就要坐船 就在這邊 那 因為我今天會講的 除了四大民山之外呢 會再多加一個 我們又去了中國佛教 第五民山 第五民山哪一個 叫做雪豆山 那雪豆山是誰知道嗎 哪個菩薩在裡面 哇 肚子圓圓的 就這一個 全球最大的彌勒佛 就在 在哪裡呢 在浙江人的老家 蔣介石老家旁邊 蔣介石老家在哪裡 這真的有一張明信片 就是 浙江西口 鳳華 他在裡面 蓋了一個叫雪豆山 他為什麼 他在蔣介石 再回到老家的時候 他請念書石 幫他做法 所以 他因為因緣際會的話 整個浙江省國台辦公室 提出這個地方 然後把佛進去之後 打造 目前最大的 中國佛教 第五大的道場 就是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在浙江普通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因為在浙江普通那時候 他們的 台辦 也是整個普通區的老闆 來到台灣 都是找我來幫忙 所以我說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是陳家講 等一下 我要去浦陀了 哇 大陣仗 到浙江浦陀 長官好 哎呀 旁邊看到 你怎麼有清流力這麼好 都來 然後 他是幫我們坐船 然後我們去浦陀 浦陀再回來 還特別接待 但是 我們中間發生一些事情 還要有他幫忙 我們車子壞掉了 怎麼辦 大陪花車子壞掉 幫我用一輛車子好不好 我可以沒問題 換車 所以 還當地有認識 那一些 導遊 跟一些 那個司機 你何方神聖啊 比蘇武空還蘇武空啊 就剛好 浙江 浙江的一些 各個城市的 大概我都有認識這樣 那也算是勝利平安 結果我原本要回來 我們要出發前的一個月 寧波的飛機 停飛 哇 所以整個所有團員 要拉到哪裡 拉車拉到上海 從上海再飛回到 所以呢 原本的規劃是 十一天 所以你看 又改成到十五天 那 因為這樣就多了 應援聚會 又多了 一些其他的四大名山的部分 那我覺得 也算是蠻充實的 那一個一個慢慢點點滴滴跟他講 那 我到那邊呢 因為五台山待的比較多 我又有一些行程 那我就坐下來 看到這些書還不錯 話說五台 五台山的故事 五台山的故事 然後 但是很辛苦 全都是簡體字 但是也還好 我就慢慢看慢慢看 有的看 還沒全部看完 還沒全部看完 老師 五台山現在是不是 大部分是藏民 都有 他有不同的佛教部分 那變成說 還有道教 然後 還有一個四面 全都是女孩子的 女眾道場的 他的範圍 你看 看你要去什麼樣的事 那我們這次去 有去好多好多的事 等一下會一個慢慢稍微跟你講 那一般的講 五台山 是哪五台 中台 北台 東台 南台 西台 那中間這個叫 懷樓正 我們就在那邊 大概兩天兩夜 一般 然後就回來 就出發下一行程 但是我們慢慢走 慢慢逛 而且我們還去一個 很不一樣的地方 還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導遊 哇 那我們特別還包車子 然後到最頂 然後他們這一團 要去那邊念佛 他念佛 他說有一些 普渡眾生 他們回不了家 他在上面念佛 然後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然後他們又回家 然後一些 一般的普渡大眾 也謝謝他們 他們說 造了好多好多的佛 那讓我越來越 覺得這團好特別喔 原本想說 就很一般 那你去那邊朝聖 拜拜 每個人心中 有自己的佛 有自己的菩薩就好 欸 他們是發心 發怨 然後讓我覺得很 所以我對他們 又有不一樣 從五台山之後 又開始 就完全又不一樣 等等 因為他雖然有一些 我們基本的 觀光的行程 他主要是以 吃素食為主 但是就是 他們吃的比我辣欸 他們一到了四川 好 好 辣的好 我說 可以嗎 那是台灣團嗎 是啊台灣的 在哪裡呢 在那個 神科 神科十定那邊 然後他們一個小小 我們去開說明會 他們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個地方 然後二十幾個座 滿滿的 然後在公寓的五樓 然後我就跟他講 那是寺廟 對啊 裡面有一個 然後 後來主要是裡面的一個 師父 他有出佛基 然後就一些音就去耶 然後聲音就一聽 真的都一樣耶 但是 不曉得很多的感觸 然後等一下看實際上 我說 我行程上幫你們拍照 幫你們錄影 可不可以 我要尊重他們 OK啊 沒問題啊 幫我們宣傳佛教是好的 那後來我們又增加一些旅遊景點 好 我們就先從 四川省開始 我是從台灣 飛機就飛 飛出去 這個地方 四川省的成都 然後我們到哪裡 我們到 河北山 然後中間會經過一個地方 叫樂山 所以我們到了 看那樂山大佛 欸 那一到那邊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生事情了 行程說 要到樂山大佛到上面嘛 他們說 哇 爬那麼高喔 想要坐船 可不可以 哇 那怎麼辦 坐船可不可以 坐船要另外收費啊 那怎麼辦 有道理吧 後來我二話不說 因為我出去的話 大概我有一個自己的權利 我後來講講 沒問題 那你這麼臨時要跟船家講 把我們這團 二十幾個人 要馬上到那個地方去坐船 所以 我就從下了成都機場 就開始在停頓 大家 講講講到那邊 我說確定要登上去還是要坐船 確定坐船 喔 好吧 到了船在那邊等我們 哎呀 他說 陳菩薩 你真的太神功廣大 我說我們不是 朱悟空 不要有太多很突發性的這樣子 那你算是很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有一些影片 讓你看一下 所以 那一般的成都 就剛才講 有人說會去卧龍 在這邊 看那個 熊貓 台灣有幾隻熊貓 那這現在 三隻了吧 三隻了吧 三隻 三隻啊 兩隻是 爸爸媽媽媽嘛 叫做團團跟圓圓 然後生了小便比 叫圓仔 長得好快吧 對啊 三隻 那有人到四川還會去哪裡 叫都江燕 都江燕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大熊貓基地 我稍微用 橘色的 這邊 大熊貓 那 有沒有發現 四川發生過大地震 2008年 溫川 5月12號 對 在哪裡 這邊 綿陽 北川 溫川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那邊發生事情 有些台灣的團體 那時候有12個團體 有一半回來 一半困在這裡 那個地方 他們去哪裡 酒在溝 對 對 就在酒在溝 然後就一定會經過這邊 那現在有人會坐飛機去 現在有人為了便宜 還是要拉車的部分 那台灣中華民國王私自會 像我還有捐錢 後來捐給就是綿陽 綿陽波小 有很多人在這邊綿陽的部分 那 北跟南 四川太大 四川有多少人口 兩 我們台灣 兩千三百萬 重慶就比台灣多了 就不講四川就好 重慶在右手邊 四川有八千萬的人口 沒有 那是 那是 有登記跟沒登記 如果還有一些人過去的話 有超過 因為目前超過一億的話 在整個國財辦這邊通知是只有 反正往上海 對啊 河南 四川就超過了 排行榜第一名 那四川可以算是第二名 人真的好多 我們去 走路上機場 好大喔 後面再跟你講 我到了成都機場 那個設備啊 比我們的桃園機場 那 亞洲四小樓 我們從北到南 韓國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那之前排行榜第一名是台灣 現在台灣是